哎哎哎 莫怕莫怕 怎么伤得这么重啊 给你包扎伤口 别动 世间一切相遇即是有缘 现在呢我替你包扎好了 你去找你的主人吧 你可曾看见一只猫 猫 可是一只受伤的猫 对 我刚刚给它包扎好伤口 就把他放走了 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 驾 他把你给你 我没想到 都没想到 都不想到 你们 你们要干什么 放开他 臣都给我滚远点 要不老子一刀 写果了你 你们二人身强力弱 手持力气 不具行侠仗义 在这偏僻之处 霸凌一个弱女子 实在令人不耻 今日 既然让我乔某遇上了 做死我也不会袖手旁观 找死你 走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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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身子 还是虚弱 舞动 舞动 有劳公子大舅 敢问姑娘 从何处而来 要往何处去 怎么会在此啊 我本是昆杨人 前往晋宁偷切 晋宁 正好 我就是晋宁人 未免再遇不测 就让在下 护送姑娘一程吧 此处荒郊野地 不是很安全 天气有多变 咱们还是尽快赶路吧 嗯 嗯 姑娘 你去晋宁投亲 他们家住在哪啊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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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怪子 公子 姑娘 公子 姑娘 不是 你方才不是在马车上吗 你怎么会 我 总不能在公子的马车上小躬吧 是是是 姑娘 快上车吧 有人吗 有人吗 店家 店家 请问有客房吗 有客官 里边请 好 里边请 好 掌柜的 公子 何事啊 我 我想只开一间房 公子和夫人一同出门 要一间房实属自然 不是 掌柜的 你误会了 她不是我夫人 我们仅仅是同行而已 你要这样说的话 怕是会玷污这位姑娘的清誉啊 事不相瞒 在下 此次出门 所剩盘缠已不多 只够开一间房的 所以 我想让这位姑娘住 我今夜 就在大堂里凑合一宿 您看可否 那就 辛苦公子了 感激不尽 姑娘 水来了 姑娘 姑娘 是里 公子 方才听到一阵嘈杂 深怕姑娘有何不便 过来查看 我很好 有劳公子挂心 既然姑娘无事 请早些休息吧 姑娘 你 你这 公子何故如此着急离开 姑娘 男女双双不亲 还请自重啊 对 那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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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你 你 你 大人 公子 小女子常能相救 无以为报 唯有以身相许 姑娘 且慢 姑娘 我与那两个山贼登徒子手中 冒着性命之忧将你救出 就是怕你女儿家的 清白之女遭人损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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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如此不自重不自爱 天明要委身于我 是想我比那山贼还不堪吗 圣人书好色而不淫 视为君子也 我乃读圣人书 行圣人道之人 既然姑娘与我 是如此相悖之人 那明日到了晋宁城之后 还是几块分到杨镳也好